歡迎收看前線百分百 中國大陸五一長假過後 現在鋼鐵廠出現了龐大的拉貨潮 等了十年 水泥的價格也跟著漲了 我們大家想問這一波 傳產的火到底還會燒多久呢 頭馬上為您追清楚了 如果觀看智慧型手機晶片 我們的聯發科很有機會 連續兩年 贏過了美國的高通 全球市戰率 關鍵在 聯發科在強產能資源戰當中 獲勝了 好厲害呀 這仔細囉 聯發科的強項 之前央行開了李堅市會議 但怎麼樣沒想到 央行的李堅市好幾位 竟然都在提出他們的擔心 他們擔心這個通膨的預期心理 恐怕會推高物價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可是一大風險 到底央行李堅市最擔心的地方 那耳後又該如何應對呢 前線第二個大土家 今天就放在這了 富比市一份重要的調查 把全球最讚的最佳的銀行評選出來了 沒想到台灣銀行真厲害 總共有10家入榜呢 到底我們的銀行業界 憑借的實力在哪裡 還有金融的選股 這也是一大方向嗎 說到了聯發科的好實力 就要問一下強棒 十方姐 您好 晚安 瑞航 晚安 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央行李堅市到底擔心的問題 又在哪裡 通膨 事態嚴重嗎 齊展 您好 瑞航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台股 跟您在下報告 台股今天還在跌 短短四天時間跌 超過了千點以上 跟您說 個股期貨出現了跌停板 恐慌指數翹腳 原來台股這四天的跌 四天前 早就有預警了 怎麼一回事 臨終 您好 瑞航 好 大家好 還有金融我們台灣一方夜 在國際舞台的厲害的地方 問金城大哥 金城大哥 你好 晚安 瑞航 晚安 大家晚安 終於了 台股今天呈現了跌90點 雖然這一條的月線 還沒有辦法站回去 但終於 今天不再破低點了 量也跟著縮下來了 昨天專家包括了威良 明哲不是在提醒嗎 如果要震盪橫盤 求個穩字的話 那麼量最好收到5000億元以下 果然如我們所說的 今天的量沒有在史上 前十道的排行榜 所以量明顯縮下來 而這一條的季線 是不是永遠都不用擔心 會碰到呢 可是貴買就不是這樣了 好可怕啊 這條的生命線季線 貴買今天破掉了怎麼辦 貴買會不會拖累集中呢 更怕的是在擺姿 外資今天呈現了大賣鈔 昨天沒賣 今天一股腦全到貨到出來了 今天的大賣 但怪事發生 連跌三四天之後 我們發現到了選擇權 請看 今天選擇權的多方金額 竟然大過了空方金額 會不會止跌走穩的訊號 快要出現了呢 今天問一下林中龍 說到了大盤 大盤會不會快要止跌 這我期待了 但台股 這把火還真的熄不下來 我說的是傳產這把旺火 水方姐請上來 大陸五一強價之後 高地產出現了龐大的拉貨潮 銅的部分 美工頓也跟著漲價了 等了十多年 水利的價格終於漲零了 另外長榮發行可轉債 聽說即將要定價 但問水方姐了 什麼叫做可轉債呢 會影響到長榮海運的股價嗎 長次輪日本傳統要求 長榮共同負擔 海上那時候卡船的損失 長榮說他們早就知道了 影響不會衝擊太大 因此三個船產 運輸水泥鋼鐵 您怎麼看 對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去年以來都是電子股大漲 在這個時間 我們看到都是船產的一個利多 那到底鋼廠上面的拉貨的一個效應 為的是什麼 在最近裡面我們可以發覺到 所有的原物料價格 鋼的一個價格 基本金屬的價格 全部都在上漲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整個經濟 因為疫情慢慢的降溫 開始呢 不管是汽車 房地產工程需求上面 都呈現了回溫 那請問 不管汽車房地產工程 要不要使用到基本金屬 當然啊 鋼鐵是一定要用到的 你既然你的一個經濟可以回升 使用到基本金屬 可是問題來了 大家又重視環保 控制污染 碳排放量又要下降 那請問 產出如何擴大呢 對 也就是你的產出被控制住 可是你的需求是上來的 那只好什麼 漲價 那在最近我們也看到 報紙上面談到銅價 那銅 我們知道 銅為基本金屬裡面 跨越到工業之母 就是我們所謂的電子產品上面 它最重要的連接點 就是基本金屬的銅 經濟的回溫 銅需求一定增加 剛剛談到汽車要不要銅 也要 基礎建設一定要用到銅 電子產品呢 也要用到銅 電子產品用到銅 PCB要不要 要啊 跟您報告 印刷電路板 稱為電子之母 必備要用的材料就是銅啊 對啊 可是也一樣 銅會不會跟基本金屬一樣 造成污染呢 會啊 所以呢 它的銅呢 它的礦場 再加上有些的國家呢 它基本上疫情 還沒有完全加工人 它還徵求不到 所以呢 它挖礦的一個部分 它是比較少的 所以它庫存建到15年的低 庫存建到15年的低 需求上來 那銅價當然大漲囉 庫存的低意味著 我存量已經用到差不多了 可見的現在的需求量非常的大 對 所以之前缺貨漲價都在電子個股 現在缺貨漲價大家都在講 傳產個股的原因就是如此 那你現在基本金屬一直漲一直漲 現在牽動到什麼 水泥了 玉瓣混泥土4月每噸漲了50塊 5月再漲50塊 這樣加起來是4% 那加上說 你水泥到底在漲什麼 你中國也有很多水泥廠啊 我們台灣的台尼亞 你也有在中國啊 那到底在漲什麼 那水泥公司就講了 不是我要這樣做的喔 你要看喔 我要做這個玉瓣混泥土 我的一個原料叫煤炭 我的成本呢 現在大家呢 反正都預期心理之下 先給我漲了4成 我要不要反映成本 當然啊 我今天要做玉瓣混泥土 跟您報告喔 基礎建設鋼鐵水泥 是必備要用到的 然後都要做成這個東西 可是呢 水泥大廠 成本取料都變貴了 當然賣給這些要用 玉瓣混泥土的 我就要跟著漲價了 對 那再加上呢 在最近裡面 大家看到運輸個股 為什麼漲不停 不管你散裝輪 不管你貨櫃 就是一直漲價一直漲價 那我難道水泥不用運的啊 要啊 一定要運嘛 運的過程中 我的運費漲了一倍 可是呢 房地產除了基礎建設之外 房地產呢 大家股票都賺了錢 買了一堆房地產 預售物業一直在開 那我房地產也需要水泥土 當然啊 所以造成水泥也開始漲價 但是這兩個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它是成本拉動的更快 成本拉動 所以這選股上面 你自己要分清楚 剛您報告喔 Svodic這麼一代 也就是水泥的漲價 來自於成本拉動息的漲價 而這兩個銅跟鐵 來自於地面需求型帶動的漲價 有點稍微不太一樣喔 那麼長榮 那長榮的可轉載的部分 剛才談到了長榮 可能要去賠 之前裡面來講 造成塞港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大家不要想太多 一定有保險嘛 所以不用想那個問題 只要去想長榮為什麼在昨天會跌停板呢 它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它可轉載公司債定價 大概是在80塊附近 那來到了這裡 那大家就有幾個選擇囉 為什麼會有幾個選擇 我先跟大家講 第一個 可轉換公司債 它是什麼 賦予股票轉換權的公司債 譬如說我定價80塊 我定價80塊可以做可轉換公司債 那現在漲到90塊呢 你就可以用80塊來跟我換長榮的股票 來 我們秀一下603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K囉 剛剛什麼叫做可轉載 淑方傑有講 也就是我瑞涵買了長榮2603的可轉載 在現在買未來的一定時間之內的這一天 A點的這一天 我可以用我的債公司債 轉換成股票 這就是可轉換公司債 可轉換成股票 所以如果它的價格是便宜的 剛說訂多少 假設訂80 好 假設訂80 你看我訂80 到時候可以用80 換成90塊的長榮股票 我這不就是賺到了嗎 我換成股票把它賣掉 我就賺10塊錢將近 對啊 那另外一部分來講 那假設沒有80塊呢 人家說整個貨櫃的運價 有可能一年大賺一年大賠 股票上面波動很大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時間點 假設到時候轉換日期到了 你的股價是低於80 我不要轉換 麻煩給我息 對對對 那也就是說 在這樣子買可轉換公司債 假設這個公司要不倒為前提 不倒的話 那我這個部分我就有幾件事情 拉回到長榮的K線圖 長榮的K喔 假設我們訂80嘛 對不對 所以在之前 它股價會先拉 在訂價之前 可轉換公司債 公司的股票一定會先拉 最近應該快要訂了對不對 對 拉拉拉拉拉 到訂價之後 它訂的價格 很接近的時候會碰到賣壓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碰到賣壓 那我就去買可轉換公司債就好 就把實體的股票賣掉 賣股票去買公司債 因為比較便宜啊 應該是說我不會有風險了 我把我所有賺的錢可以套進來 那如果未來跌跟我無關 我還有息 一點點息可以領 可是上去呢 我有沒有換成普通股的旋利 有嘛 它就會照著 訂價完成股價有時候會跌的原因 所以重點一 可轉換公司債 到最後的那一天 你可以換成股票 也可以不換成股票 重點二 如果你從頭到尾都握有 可轉換公司債 那麼這個債是固定可以領席的 如果你都不換 如果你換的話 股價有漲 那麼您就可以賺到價差了 因為在市場當中 可以賣掉股票 就這樣 對 所以可轉換公司債 很多都是有錢人裡面 很喜歡操作的一項 尤其對於未來 這種大幅波動股價的 他們特別喜歡 而且剛是王姐有講 在定價的前前後 尤其在定價之前 定價之前股價會先拉 因為西銀你竟然買 可是定價的前後 可能股價會有點賣壓 因為就影響到了股價 原因是因為賣掉股票 去轉買公司債 對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它下跌的原因 是不是外資大賣了六萬多張 對 融資減少了一萬多張 自營商也賣了一萬多張 因為他們可以去買公司債 對 所以才會造成賣壓很重 所以趕快來看一下 鋼鐵水泥運輸 股價你怎麼看 對 所以我們剛才有講 台泥 因為他們在這種過程中 預辦水泥 那個水泥 它是講什麼 混泥土的部分 它是講 我是成本拉動的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它的景氣是比較穩健 下半年景氣是穩健型 穩健型 就是說你看它的獲利都很穩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屬於純股 純股型的 就是零股息會比較好 上檔上面來講 因為它之前說 我要跨足到綠電 股價拉一根 砰 爆巨量 它的上檔反壓 叫53.5到58.7 會有反壓 那鋼鐵的部分 跟貨櫃的部分 其實都一樣 為什麼呢 我們說 為什麼電子個股 現在利多都不會漲 因為聽很久 可是你可以發現 現在才在聽 鋼鐵在漲價 貨櫃在漲價 所以他們上半年 因為去年有夠爛 都是大成長 沒錯 對不對 可是你第一季拉上去 第二季拉上去 第三季跟第四季 跟電子股一樣 還是很好 可是就變成高檔上面的震盪 我就是擔心這一種 因為到了下半年 你訂了一些的貨櫃 都已經到船公司了 如果那時候要送的貨又不多 那就會形成了高檔震盪 對不對 對 所以他們的獲利 大概第一季乘以4 差都差不了太多 都不會多太多的原因 就是上半年大成長 到下半年還是不錯 可是是高檔上面的震盪 好 那我差不多問一下 如果像長榮 陽明海運 萬海等等 您剛剛都說上半年大成長 下半年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供過於求的貨櫃 請問他們這些海運業這三家的貨櫃輪 會不會傳 會不會上半年的表現EPS大過下半年呢 應該還不至於啦 所以會大概畫等號 應該是差不多等號 可是高一點點 我做一個舉例好了 陽明好了 上半年第一季大概是6.9 或是7塊 那你看它的EPS預估是28到30塊 對 那你這個乘以4差不多也是28 OK OK 差不多啊 中鋼中鴻也是差不多 所以今年一整年都好 大概是不成問題的啦 跟我們電子股差不多 但是呢就是後面 我們說有些法人喜歡看成長性 後面的成長性就不像上半年這麼高 後面喔 多小心 所以操作部分來 那中鋼跟中鴻目前還是在浪頭上 你看整個一個投信就知道賣了一些電子個股 都買鋼鐵啊運輸 破34.7 那這34.7什麼呢 就是昨天的低點嘛 今天又拉上來 所以就34.7就是轉落 中鴻的部分是破38.4就轉落 那長龍的部分來講 應該是破月線 因為他在五日新線 並沒有去站穩 所以破月線轉落 陽明是破75.5轉落 萬海的部分呢 可能要比較注意是 我看這三檔個股 法人調比較多的投信 這三 我跟中鋼 中鴻 長龍 陽明跟萬海 我建議大家看投信操作就好了 因為還是那支說的算 對 現在就是那支盤 當你萬海有投信在調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就不要過度追高 所以守方姐問您喔 如果這些轉落點 它都沒有破 還能夠守穩的話 那麼多單就續報沒錯吧 破你就可以稍微去做減碼 好 幫您問這個是 船長的多頭火蟲 關鍵架區沒有破 火還會繼續燒囉 那台股的火呢 什麼時候還能夠冷燥燒起來 昨天的融資大減88億 大阪今天才沒破底是這樣嗎 你看昨天的融資 融資連續兩天 天啊 減了百億以上 可是我也納悶問一下守方姐 以前就問大家 融資是主力大貨 難不然現在融資變成散戶了嗎 它的大減對行情只跌 到底是加分還是扣分 我個人覺得來講還是大戶資金 大戶資金 我們想想看 如果是以前是散戶的融資 佔八成九成 甚至七成以上 那融資大減100多億 今天應該大漲 可是今天的集中市場 OTC市場全部都是跌 那不就等於主力大貨 透過了融資的退場 現股的退場 其實市場有點冷下來 沒有錯 其實我們在上個禮拜三 就提到過 整個一個融資的使用 業內跟主力佔了六成 對 對不對 那結構上面非常不好 那一旦破了17066點 就是我們說擴延波 你的低點 不可以重疊前波的起漲點 對 前波的起漲點 是不是17066點 是 一破你就看砂盤全部出來 所以現在融資怎麼看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內資呢 其實這個內資 我們說現在還在廠內 我說有一派的內資 就是一去不回頭了 就是一直往上賣 他不會再買台北股市 那另外一個還在買的人 他就屬於機動型的 破17066全砍 好建議殺下來 融資大減 散戶有沒有砍 散戶也有砍 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就進來搶短線 就搶最有人氣 最有量 最有價 所以今天的融資 應該不會像昨天那樣大減 所以廣告前 我先因為融資最重要 先把它問清楚了 石方姐照您的判斷 最近大盤的急殺 竹利大戶有錢人 在這一波行情 往下修正比較重的時候 他們明顯的縮手 對或不對 對 昨天是砍 散戶跟著砍 所以今天裡面 他們有進來買 所以我說融資不會大減 問題是 他們砍的人 有些人今天並沒有進場 有些進場 有些沒有進場 所以目前看起來 短線上面 的確因為散戶有砍 它會沉澱 所以它是個短線上面的 跌升反彈而已 短線上面的跌升反彈 我刮扶起來 好 石方姐來 謝謝您先請回座 剛石方姐帶到了兩股力量 一個是竹利大戶 如果砍掉了它就離場 第二個砍掉了 短時間沒有進來 所以籌碼至少 短線上它是穩定的 如果有機會跌升反彈 那是不是預告 明天呢 今天呢 也留了大家去把它 埋起來的下影線 大盤還沒解完 待會兒 石方姐再把它聽清楚了 講到了行情 還有另外一個 說實在的 不管行情跌怎麼中 就算行情溫頭往下又如何 它也扭轉不了 全球產業趨勢發展的大方向 現在全世界由充電樁 都在拼普及化 我們台灣關鍵店員的台廠 正式出鏈 台達電康叔飛鴻 還包括了育龍集團 各自都推計畫了 也正在做 金城大哥預告一下 充電樁的商機 我們看到這個美國 它也推出了這個基建 要蓋50萬座 所以我們台廠 這試加出來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它各自有什麼特色 那未來的商機要怎麼發展 等一下我們來說明白 確實 你的計畫內容越詳細 而且產品推得越毛利率高 那麼你的機會就越大囉 充電樁的期待性 未來還是一個大趨勢 但這個是大方向 讓人害怕嘛 今天早上的美國股市 除了道瓊 收個小紅 其他都在跌 今晚就不知道了 只因為葉倫財長的一席化 這也很奇怪 史上第一次 葉倫說了之後 後來又否認說 其實我不是那個意思 他先講美國的利率可能需要上調 那不就擺明升息的預告嗎 來阻止經濟過熱 阻止通膨嗎 隨後又澄清說 我沒有預測 也沒有建議升息 怎麼回事兒 還有我擔心外資是不是在錢撤離開亞洲新興市場呢 聽說要看兩個指標 一個是美元指數 另外是美國神奇公債殖利率這樣 那不就意味著避險的錢都在這嗎 到底兩個續集怎麼看齊展 對 前聯準會主席 憲論美國財政部長的白髮模擬 葉倫一出手就知道有沒有啦 大家一講的話 大家市場就大波動 但是問題是資金到底有沒有要從新亞洲撤退 會不會亞股的前景還是因為美元的反彈有風險呢 我們接下來會告訴大家 確實 因為國際的敏感神經牽動了台股最近越走越不穩了 講到了台股會覺得奇怪 怎麼會最近跌得好重 三四天跌了超過了千點以上 跟您報告 就是這三四天過程當中 我發現到各股期貨不對勁 常常見到的跌停板 長榮 聯發科各股期貨都曾見到跌停板 感謝林中上禮拜三的預告 他說終究會回歸到同步調 也就是如果大盤在創始高 那麼恐慌指數如果還在走揚 就預告不對了 因為還在很恐慌 果然您看看我把它update最新的 林中的資料update最新 台股真的跌下來了 恐慌指數還在走高 這是台股台之前的恐慌指數 在林中預告 對 我們看今天的VIX 感覺比大盤還要再更緊張 那什麼時候可以止跌回穩 其實也是要看VIX 如果我們看到某一天 當這個台股還是黑棒 但是VIX也是黑棒的話 又會再背離一次 稍後回來跟大家解析清楚 您看吧 大盤跟恐慌指數之間的背離 就是矛盾 矛盾終究會回歸到一致性 也許從剛剛的圖已經預告著 台股短線上有沒有止跌反彈的機會呢 這是重點一 重點二 這也是幫您做的 因為行情走勢有點亂 劇烈震盪 昨天超過了800多點了 680幾點了 所以怎麼辦呢 您的買賣越來越模糊了 沒關係 讓技術現行 您教大家策略 臨終的連續距 透過了KD RSI 兩個技術指標 共振法 進階版 精準抓一檔標的的買賣點